好了,你現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又講一下八卦消息 本來有些新聞想說的 本來昨晚說說的,結果都沒有說 因為昨晚我太累了 今晚或者盡量搞這個九中序節目 如果有的話,安排得到就會說 現在講一下呂麗君 呂麗君拿了一億四千萬 買了路徑地產旗下 黃竹坑港島南岸第一期進還 他有四伙豪宅單位買了 當然呂麗君是投資失利的 這批單位今年年初面臨撻訂的危機 最新的資料就說 喂?這個其中一貨單位呢? 要記得他買了四貨 其中一貨就賣了出來 三千五百零一萬一千 這是成交價來的 在14日就正式撻訂了 預計就輸了一成的訂金 即是三百五十萬左右 當然 大柳之前有說到 喂 呂麗君帶手入市是很蠢的 因為首期一成嘛 不能夠完成交易 大柳aat就說呂麗君你比豬頭餅還蠢意 而樂 TIM另外 有一個上场都是沒完成交易的 其實一直傳出是疑似賊訂 那麼 發展商沒有殺過他訂 另外一方會賣了四貨 而且都還是撻訂 未完成賊訂 現在一間就探了訂了 應該是這麼說的 大樓當然是很兇的 他就說人家有錢都是全批買樓 他不是的 給一成首期 另外又給百分之十五歲政府 人家有錢老太太給了錢 給錢買進環 他就不是的 沒有腦子的 這樣怎麼成交 蠢得一隻豬一樣 豬頭丙離 當然 大樓其實今年是有聯繫的 跟呂麗君是有聯繫的 之前呂麗君有困難 呂麗君就跟大樓達成了商業協議 其實不是什麼商業協議 是樓宇買賣協議 大樓就用個人名義 向呂麗君買了灣仔一環頂層的特色單位 成交價是四千萬 那 劉聯紅是首次去買的 那時候是給了百分之四點二五的稅 當然之後大樓就說 後悔之前幫我賤人 應該任由他破產的 就是這樣 當然 這個大樓 為什麼會是首次呢? 很多時候買樓都不是用個人名義的 有錢人 用公司名義去買 一旦用個人名義去買 就可以有首次優惠 就是這樣 喏 那 喏 喏 所以騰京就說他鄰居 19年入伙 剛剛賣出市了百二萬 但是有嬰兒不知有什麼事 離婚 有可能 財困 有很多可能性 這麼急賣樓有很多可能性 移民 是不是? 那呂麗君他 他真的很厲害 就是現在 其實就是 那個一環的頂層特色單位是多少呎? 實用面積1363呎 那 他本來 就是 呂麗君的父親呂立強 和他哥哥呂雲峰 是2014年二月買入的 當時是5120萬 結果 當然當然要蝕水 就是 大樓和他買的價錢是4000萬 那 Edmond就說 減除也可能是首置 當然是 現在 這個豬頭炳言論 這樣應驗 其實 是不是真的豬頭炳呢? 我就說 他其實為什麼會這樣買 其實呂麗君肯定是覺得市會上升的 他覺得市會上升的時候 他才會這樣買的 如果他覺得市會下跌 要自己住的話 那當然是 就是全賣 就像大樓那樣說 但是他覺得市會上升 而且 現在你看到 四個單位一直都有撻訂危機的 路徑只是殺了他一間的訂 只不過是 他只是殺了他一間的訂 他還有三間都還沒殺他 路徑地產都還沒殺他 那就是 你說他比豬頭炳還蠢 其實是不是呢? 我就告訴你不是 這個大姐 在市面那裡 那些人都會給他一點貶 如果正常來說 我舉個例子 正常來說 你拖了這麼久的帳 你都還沒搞定成交 都還沒完成成交 你都還沒搞好 搞了一年多 差不多一年都還沒搞好 正常來說 後面 沒有其他有錢人的大姐 就馬上被人殺了 這個訂 是嗎?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榮空這就說 呂麗君已經改名了呂佩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個 不過 他這個情況 大樓說他 豬頭炳 但是 這個豬頭炳也有人給他面子 其實其他的情況 你成交有問題 我的理解就是 你不會拖到這麼久 如果你 拖訂 其實 老實說 別人馬上殺了你 你怎麼會 還有三間他都沒有殺你的訂 我的看法就是 阿嬤就說 又來一張單 Claim三次 我不知道 其實你想想 哪會拖這麼久 阿嬤就說 呂小姐為何缺錢 她沒有收入 這個阿嬤沒有什麼特別的收入 其實 她沒有錢 當然是被大樓炫 但是 沒辦法 大樓不射著她 她也沒有錢 其實是 現實是 當然大樓 她之前當然有給她一塊錢 但是 不再把新錢給她 她沒有了 其實就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裡 就算了 這件事 但是 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我們下班 你什麼時候 為人家 你那些小費 在小費 都消費 小費 回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